永利爹逃亡缅甸,清廷都想放弃了,吴三桂为何非要出兵擒拿呢?点个订阅不迷路,这里是匠心历史,为您讲述更有趣的历史。 吴三桂是明末清初的重要历史人物,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姓家奴,身为名将先是答应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,又马上反悔,继而详卿,详卿以后,在康熙年间又反清,发起了三藩之乱,为了自己的利益,可谓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。 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利己主义者,吴三桂这一生反复无常是一大标签,而杀掉永利爹朱油郎可谓是他的一大败笔。 长久以来,关于吴三桂杀掉永利爹的历史,很多人说是连清廷都想放弃,等于是放过永利爹了,是吴三桂一力主张要发兵缅甸,擒获永利爹的,并且为了避免夜长梦多,主张将永利爹在昆明处死,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?吴三桂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? 吴三桂,明朝覆灭的推手。 吴三桂的复名,口号在天下人眼中就是个笑话,因为天下人都记得吴三桂的所作所为,在三藩之乱爆发的十几年前,吴三桂曾在昆明亲自下令杀死了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利爹。 不过在此之前,让我们先来细数一下吴三桂的罪状。 1644年,他放清军入关,引狼入室,打败了李自成,却让满清得到了入主中原的机会,之后在清军南下路上,吴三桂帮满清消灭起义军,安前马后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北方平定后,他和另一个民间红城仇一起经略南方,同以大西军为主力的永利朝廷血战。 此时张献忠已死,孙可望的大西军在经营云南之后实力大增,已经效忠永利帝,大西军名将李定国,刘文秀常在跟清军的战斗中战上风。 这时又是吴三桂,先在四川打败了刘文秀率领的明军平定重庆,成都,后来他又带兵进军西南, 配合八旗军打败李定国,从缅甸抓回永利帝处死。 可以说吴三桂此人,正是明朝覆灭的第一推手,这样的一个叛徒加桂子手,他说的复名口号岂不是华天下之打击? 永利帝,逃出国门的天子。 再说说永利帝,他的人生也是可悲可叹的。 中国历史上的南朝不少,东晋和宋岐良辰,还有南宋都是偏安异域,也有百年国座,但是明朝不同。 北京陷落后,整个明朝如多米罗骨牌倒塌,南民宏光政权一年而亡,剩下的龙武,永利政权都是流动政权,被清军和投降的明军追着打。 永利帝的一生多灾多难,他本身是明朝的贵王之子,在父兄死去后继位,他本无天子之命,却在明末的封烟中被强行推到前台,先成为监国,后来又称帝建立永利政权。 当时中国北方已经被基本平定,但是在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,反清势力依然庞大,永利政权背靠的是孙可望率领的大西军,大西军以云南为根据地。 实力雄厚,手下还有李定国,刘文秀这样的猛将,战场上不输于清军。 前期的大西军在西南地区势如破竹,刘文秀北上进攻四川,李定国东进贵州湖南,在前期都有很大优势,尤其是李定国在湖南两军名王,杀死尼堪和孔友德两位清朝王爷,让整个南方反清势力位置一阵。 可惜的是,后来大西军首领孙可望野心爆棚,善权专断,猜忌李刘二人,最终他和李定国产生间隙,李定国带兵南下广东,大西军产生分裂,永利政权在大西军内斗中元气大伤。 孙可望在斗争失败后,叛奖清朝,李定国也因为多次兵败而独木难支,被迫退守云南和缅甸的交界处。 永利帝在云南无处落脚,最后在末代穆王府传人穆天波的陪伴下,投奔缅甸,吴三贵想用永利帝换自己的荣华富贵,带兵进入缅甸追击,最后缅甸往往白以咒水为幌子,设下圈套,又杀穆天波,捉住了永利帝送给吴三贵。 此时是康熙元年,皇帝年幼,朝廷大权在一帮元老重臣手上,永利帝被捕后,清廷还没下令怎么处置他,吴三贵就上奏请求昆明将永利帝处死。 这是为什么呢?杀人还要诛心,吴三贵想一石二鸟。 1662年初,吴三贵从缅甸往往白手里得到了永利帝朱油郎,将其关在昆明的婢子破金蝉寺。 三个月之后的4月8日,还是在婢子破,吴三贵的心腹吴国贵用功贤勒死了永利帝父子。 吴三贵杀朱油郎在历史上颇受非议,毕竟他曾是明朝大臣,是君之罪,是中国古代,是遗臭万年的大罪状。 吴三贵本可将其交给朝廷处置,为什么非要自己动手呢?有人觉得吴三贵太笨,因为缺乏政治头脑才做出这种事。 其实看看吴三贵的人生,他反复无常,判明后来又判清,这种见风使舵的聪明人,做事肯定有自己的理由。 吴三贵杀永利,其实是用这个末代皇帝的脑袋做自己荣华富贵的垫脚石,稍微分析一下当时的局势就能知道。 于内于外,吴三贵非煞永利不可。 首先是当时的清朝看到天下已定,对这些明朝降将有了提防。 王朝建立初期,本该论功行赏,但吴三贵的身份很尴尬,这让他有危机感。 第一他是汉人,清朝很难将他跟满人一样对待,其次。 作为议员降将,吴三贵一直不受朝廷信任,他身边一直有八旗将领伴随,其实就是奸士。 吴三贵在云南讨伐永利帝,定西将军爱兴阿,安南将军卓罗都在他左右,这让吴三贵感觉朝廷对他不放心。 所以亲手杀永利帝是吴三贵纳的头名状,背上是君之名,在史书上会一冲万年。 吴三贵这是告诉大清朝廷,自己无法回头了,一定真心实意跟着满清。 第二,杀永利帝是一招杀人诛心的狠招。 当时中缅边境有李定国和白文选带着明军残步游荡。 他们一直在打算营救永利,还曾跟缅甸军队交过手,李定国是个强劲的对手,虽然现在山穷水尽,但是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很有威望,吴三贵也不敢轻视他。 李定国是忠心耿耿,一心效忠永利帝的,吴三贵认为杀了朱油郎,明朝就再也无人能继承皇位了,才能彻底断绝李定国的希望。 吴三贵对前朝皇帝的心狠手辣,让满族八旗将领都很惊奇,一开始他居然想将永利全家斩首,但是爱兴阿和卓罗都不同意,他们觉得永利好歹是堂堂的皇帝。 斩首太过残忍,也不体面,于是吴三贵改用弓弦勒死永利帝给他留了个全尸。 1662年4月8日,永利帝全家被勒死在碧子坡,他的死讯很快从昆明传了出去,但是山中的李定国还不知情。 两个月后的6月11日,名将李定国当天正式生日,他在蒙拉军中得知皇帝已死之后悲痛欲绝,疑并不起。 6月27日,李定国病死在蒙拉,享年42岁,这一年正好是康熙元年。 临死前,李定国交代儿子,命死荒郊,勿响也。 永利帝和李定国死后,南明的斗争基本结束,云贵平定,吴三贵也因公授封亲王,离他梦想中是镇云南的目标又进了一步。 但是现实很残酷,在第二年,康熙皇帝就以边境战事结束为理由,收回了吴三贵的平息大将军印,这让吴三贵感觉到了些许恐慌。 康熙六年,朝廷又收回了云贵两省都府的任免权,吴三贵的权力不断被压缩。 康熙十二年,平南王尚可喜,靖南王耿京中上表朝廷告老还乡,康熙批准,下令撤藩,吴三贵此时的春秋大梦终于醒了,自己想做第二个穆王爷是不可能的。 清朝不会信任他们这些二臣,撤藩令下到昆明,吴三贵再次撕破脸皮造反,拉上同事藩王的尚可喜和耿京中一起反清复明。 三藩之乱前期声势浩大,席卷南方,但是清朝此时根基已稳,三藩和康熙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进行对峙拉扯,前后长达八年。 康熙十七年,三藩之乱进入后期,局势开始向清朝有利的方向变化,同年,吴三贵以67岁高龄在衡阳称帝,但仅仅五个月后,他就病死在湖南衡阳。 三年后,三藩之乱平定,康熙皇帝下令将吴三贵的尸体碎尸万段。 残骸发往中国各个省份示众,这位反复无常的一代萧雄,心狠手辣,叛国是军,最后落得个死无全尸,也着实让后人叹息。 一段南明史,可以让你看尽人世间所有的险恶,为什么南明史很多人不愿意去讲,因为内容过于真实,过于透视人性,很多人不敢讲。 一旦大家从容地接受了南明史上所发生的种种,那么人性的险恶也就悉数暴露出来了。 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善美,而不是捅破人性的最后一层窗户纸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 请不吝点赞 oder订阅频道理论。